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里云LT的盛敖 随着物联网平台推出企业实力 企业实力租户之间隔离性更好 有更好的稳定性体验 那怎样从公共实力迁移到企业实力呢 物联网业务场景相对比较复杂 迁临面临着诸多问题 例如设备改造成本高 迁移过程报错 业务异常怎么快速发现等问题 企业实力单独的接入域名 设备需要进行修改 而物联网的设备可能散落在商场 也可能在城市下水道 升级改造成本高 OTA升级呢 升级周期长 有些设备还不支持 现在这些都不是问题 企业实力迁移工具通通帮您搞定 今天就由我来向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使用阿里云物联网平台提供的 企业实力迁移工具 快速地将您的业务 从公共实力迁移到企业实力 通过那个阿里云平台的官网 然后在这边的话选择那个LT 就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物联网平台 在这边的话点击进入物联网平台的一个控制台界面 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 目前已经开通的一些实力信息 在这里的话我们选择企业实力 接下来的话演示一下整个实力迁移的过程 首先的话去创建一些产品和设备的信息 都是对对对对对对对 spectrum的练吗 然后我们有在进入的 II Nope следующapp 现在刷新一下界面的话 可以看到已经创建了两个测试设备 这边的话 由于需要去演示一下整个的迁移过程 所以在这边的话 我们可以多创建一点设备 比如说100个 刚刚创建的一个产品信息的话 去创建一个企业实力迁移的任务 可以去选择设备滑归 然后实力迁移 这边的话 可以去选择我们刚刚创建的设备 就是开发者演示 选择目标实力 如下是我们刷新一下页面的话 可以看到刚刚我们需要去迁移的实力迁移任务的话 实力已经创建成功了 我们需要将这个产品的话 迁移到这个实力下面 上面的话 其实是展示的是目前的一些实力 迁移的一些状态统计信息 比如说带迁移的任务的话 大概是六个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将针对于整个实力迁移的一个详细过程的话 进行一下阐述 我们可以去点击实力迁移面 点击进来之后的话 目前的话是由于我们没有迁移任何一个设备信息 所以这边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零 只有零个设备 我们可以去通过一下设备模拟器去演示一个设备在线的一个信息 可以通过选择开发者演示 然后设备 我们可以选择test01 选择test01这个设备 选择test01这个设备 然后启动 检索这个设备的话 目前看到在设备列表页的话 其实这个设备已经是一个在线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我们回到刚刚创建的那个实力迁移的页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去选择 选择一个设备的去进行一个灰度 我们选择test01这个设备 点击刷新一下 目前看到这个设备的话 其实是已经迁移成功了 我们可以到刚刚迁移的那个目标实力下面去查看一下这个设备信息 确认一下这个设备是否是已经被迁移过来了 目前可以看到这个test01这个设备的话 其实是已经被迁移过来 而且它的一个状态的话是一个在线的状态 我们可以点击查看它的一个物模型的数据 目前可以看到它下面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数据上报的 我们可以在设备模拟器里面的话 实际去上报一下它的工作状态 比如说它的工作状态可以上报成打开为1 在这边的话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工作状态的话 其实是已经上报上来 可以确认就是说我们的整个设备迁移的话 其实是一个完整的 刚刚我们已经将那个test01这个设备的话 已经迁移到了我们的企业实力 但是我们的企业实力迁移过程中的话 还会有一个企业实力迁移的消息的话 其实是流转出来 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点击到规则引擎的页面的话 去进行一个创建 点击规则引擎 然后再选择那个云产品的页面的话 我们这边可以去创建一个规则 比如说叫开发者演示 在这边的话可以全所有的资源 这边点击一下确认 在这个页面里面的话 首先我们可以去编写一下那个circle信息 因为我们要去接收全量的一个实力迁移 一个一个状态流转信息 所以在这边选择一个新 然后topic的话 这边的话是去选择任务事件 然后在下面的话去选择实力迁移的事件 这边的话任务的话 我们可以去选择全量的一个 全量的一个任务 然后同时呢 这边的话转发到目的地的话 我们可以将它转发到一个AMQP 这边的话其实已经提前创建好了 演示的一个资源组 可以选择实力迁移 这样的话就可以将我们对应的账号下面 所有的实力迁移的一个流转的消息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流转到我们的一个 可以通过这个对应的一个实力迁移 演示这个资源组的话 AMQP服务的话 就可以全部能够去进行一个接收到 在这边的话我们重新去选择一下 那个test2这个设备的话 去进行一下迁移 企业实力迁移的话 需要能够运行起来的话 这边还需要去跑一个 起一下demo 这个demo信息的话 可以从我们的阿里云官网控制台上 可以去下载到 AMQP的一个服务端 订阅的一个demo信息 在这边的话 主要的实现的一个业务逻辑的话 就是说我需要在这里面接收到这个消息信息的话 将这个消息的话能够去进行打印下来 说明我们的服务端订阅接收的话是成功的 在这边的话 我们刚刚的那个服务已经起起来 这边的话我们开始去迁移test2这个设备 可以看到test2的设备的话已经迁移成功了 在这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接收到了一条消息 然后显示的话是test2设备的话 是已经接收成功了 在实际的业务场景中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去接收到这个实际信息之后 将这个实际信息的话 其实可以存在到我们的本地数据库里面 这样可以在我们去调用POP接口的时候 可以去通过设备信息的话 采用到对应的实际信息 然后再去调用我们的一个阿里云的开放接口 然后去控制设备 这边我们刷新一下页面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目前的话 企业实力的话其实设备是一个 公共实力的话其实设备是0 是由于我们刚刚的这个设备 TES01的话其实是已经轻移到了企业实力里面 当我们确认完就是说整个的灰度设备 就是说数据上报也没问题 然后监控上面也没问题的时候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就可以去进行一个全量的一个迁移 创建开始迁移 选择全量迁移 然后点击开始 目前的话展示的状态其实是在迁移中 在全量迁移的过程中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其实我们这边的话可以去进行一下回滚 或者一个暂停 但这边的话由于设备数量比较小 我们这边的话就不再去进行一个演示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可以看到目前的话是整个的迁移过程的话其实是已经完成了 然后可能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这边可能会有些用户可能会想咨询 就是说设备上报的数据的话是怎么迁移过来的 其实我们会有一个数据同步的一个功能 迁移完成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是可以提前打开的 目前包错的话是由于我们的迁移任务的话 其实已经完成了 这边的话如果需要去迁移设备数据的话 其实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打开 在此只是将实力迁移基础功能做了简单介绍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精彩信息 请扫描二维码 在那里你将看到更多丰富的案例和内容 助你轻松开取数字之旅 请扫描二维码